小猴子篮球队 为了锻炼猴子们的身体 猴子家族决定成立一个篮球队 球队成立之后 队员们练得可带劲了 可是由于原来都没有打过篮球 所以他们的技术都太差了 于是他们想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教他们 他们请来了大名鼎鼎的熊猫做教练 熊猫不但自己水平高 对猴子们要求也很严格 不久队员们的篮球水平果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终于能够上场打比赛了 今天的这场比赛可是他们的第一场比赛 对手还是很强的黑熊队 猴子队员们都很认真卖力 各个类的满头大汉 但是毕竟比赛经验不足 半场下来 他们落后黑熊队二十多分 半场休息时 猴子队长发牢骚说 半场落后二十多分 看来我们这场球真的不行了 一定是输定了 其他队员听了 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 大家都打不起精神来了 有几个 有几个甚至都不想打下半场了 这时熊猫教练走过来对大家说 你们听说过篮球巨星飞飞吗 队员们都点点头说 当然知道了 它可是世界篮球巨星 是我们的偶像 谁不知道它 熊猫教练又问大家 那你们知道 一个叫莉莉的球员吗 队员们一致摇头 大家谁都不知道 莉莉是谁 教练继续说 飞飞和莉莉原来都打球 都是很聪明的孩子 不同的是 飞飞输了球 从来不放弃 总是尽全力 拼命打好每一个球 最后成了 全世界都知道的篮球巨星 而莉莉 而莉莉 输了球就放弃了 所以最后就没有人认识她了 大家听了熊猫教练的话 顿时有了力量 就是啊 第一次比赛 半场输球 怕什么呢 于是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在落后的情况下 拼命地打好每一个球 继续努力 永不放弃 最后 在他们的坚持下 竟然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